嘿,你好啊,感谢您来听我的解读。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零售的哲学,这是7-11创始人林木敏文的字数。 这本书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7-11是如何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颠覆零售业的常规模式,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用户体验的。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消费其实是场心理战。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竞争对手有多强大, 作为商家,永远不能忘记简单地思考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 别把太多精力放在竞争对手身上, 而是要考虑如何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 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利于不败之地。 现在,咱们来看看这本书都聊了些啥吧?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零路敏文对服务的极高要求, 比如他提到的单品管理。 这意味着每个店员都得对店里的每个产品了如指掌。 比方说,7-11卖的方便面, 有些包装上没写泡面的时间。 为了找到最佳口感, 零路敏文要求店员亲自进行测试, 于是,这些店员就一日三餐都在吃泡面。 最后,他们找到了最合适的温度, 并在泡面盒上贴上一个爱心标签。 这本书还提到了零路敏文的要求, 店员要多关心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 比如天气。 如果天冷,就多准备热咖啡, 如果天热,就被些冷饮。 这些服务看似简单, 其实关键在于是否用心。 书中还讲到, 如果有顾客想买7-11的便当, 但刚好卖光了, 店员不能简单地告诉顾客明天请早, 而是应该告诉顾客最近的另一家便利店在哪, 即便不是同一品牌。 这些服务都很贴心, 而且不是匆匆忙忙的服务, 而是高于标准化服务的一种水平。 那么,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消费就是心理战, 听上去有点高深, 似乎又要扯到心理学和人性上了吧。 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 云木拧文认为, 云售企业的成功与规模、 竞争对手, 甚至现金的电商、 高科技等关系不大。 最关键的是提供卓越的服务, 真正解决消费者的痛点, 了解消费者的心理。 因此, 7-11的真正竞争对手并不是罗森, 也不是全家, 而是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这并不是在悄悄准备与消费者对抗, 而是用自家产品和服务征服消费者。 用云木拧文的话说, 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品牌的便利店, 而是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 看看云木拧文创立7-11的过程, 就能理解他所言非虚。 云木拧文1963年加入了日本的伊藤洋华棠工作。 伊藤洋华棠大家都知道, 是日本一流的零售业集团。 70年代, 云木拧文有机会去美国出差, 在加利福尼亚的某天, 他和同事发现了一个小超市, 决定进去休息一下, 顺便买点吃的和喝的。 这个小超市虽小, 但五脏俱全, 不仅有食物和饮料, 还有香皂、毛巾、文具等生活用品。 最关键的是, 它是24小时营业。 回到日本后, 云木拧文查了一下资料, 发现这个叫7-11的便利店属于美国南方公司, 而这家公司在美国是非常出色的零售业集团。 为什么叫7-11呢? 原来, 7-11的意思是, 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每天早起晚十一。 云木拧文受到启发, 开始希望能把这种综合性小超市, 便利店的模式引入到日本。 董事会起初并不太同意, 因为当时日本的大型超市已经很火爆了, 大家都喜欢去那里买东西。 但是, 云木拧文有自己的想法, 他向董事会说明了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 他指出现有的小超市通常周末休息, 这可能是政府引导的, 为了防止劳资纠纷。 因此, 如果引入7-11, 就必须坚持24小时营业, 这样可以解决用户的痛点。 大家都知道, 晚上日本人喜欢喝酒, 夜生活很丰富, 喝到12点后, 就想找个便利店买点吃的, 喝点热咖啡姐姐酒。 第二个原因是, 云木拧文秀到了日本产业升级后, 更多人会需要更优质的产品, 而不只是超市里的隋大溜的产品。 云木拧文最终说服了董事会, 成功引入了7-11。 成立后, 它又如何实现这种差异化的经营模式呢? 它在书中总结了三点。 首先是密集型开店的原则, 要开更多的店。 其次是建立产品研发和供应的体系, 提高产品品质。 最后是注重与员工的直接沟通, 保持良好的服务水准。 这就是云木拧文为7-11提出的差异化经营模式。 1974年那时候, 日本迎来了第一家7-11的开业。 然后, 云木拧文开始完命地扩张店铺, 而且采用了一种有点颠覆性的策略, 叫做密集选址。 你可能得问了, 密集选址不是自己和自己竞争吗? 但实际上, 事情没那么简单。 云木拧文觉得, 在同一个区域内开好几家店, 首先能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走到哪都是7-11, 哪怕你没买, 也总能记住这个品牌。 而且还省了不少广告费。 你如果在一个地方费尽心思的数个广告牌,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开一家店。 记住, 开店也是一种宣传, 卖点东西, 还能宣传一下。 另外一点是, 密集选址, 有助于提高物流效率。 《灵路敏文》还给这种物流模式取了个新名字, 叫共同配送。 这是啥意思呢? 听我给你举个例子。 刚开始7-11开业的时候, 每天就有70多辆车送货。 有的送方便面, 有的送尿不湿, 有的送水果, 有的送杜蕾丝, 还有送牛奶的, 但不同品牌的都爱个送。 店员每天都得忙得不停, 而且浪费了大量的物流资源。 《灵路敏文》看出了问题, 就下令重新摆放货架, 每个品牌单独排成一列。 你现在去7-11也是这样, 烟金啤酒一列, 哈尔滨啤酒一列。 这种摆放方式方便了消费者, 不用在一堆产品里找自己喜欢的品牌。 品牌们也赞成这样的摆放方式, 最后也就同意采用了共同配送。 《灵路敏文》在书中说, 1980年是个重要的年份, 牛奶实现了共同配送。 接着, 他进一步深化了共同配送的模式, 提出了温度管理。 这是啥意思呢? 简单说, 就是在各个重要区设置一个配送中心, 按温度管理产品。 他说的比较细, 有冷冻型产品, 微冻性产品, 恒温型产品, 暖温性产品。 这样的设置不仅保证了食材的新鲜, 还减少了物流成本。 所以, 密集选址也是实现共同配送的一种条件, 这就是他特有的经营方式的第一招。 密集开店, 那第二招就是建立产品研发和供应体系, 这是他经营方式的核心。 用零木米文的话说, 就是不能提供给消费者有价值感的产品。 就别指望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他解释说, 经营了7-11十多年, 从来没有打过价格战, 而是用品质打动了消费者。 他们有许多原创产品, 而且有独特的研发理念。 比如食品, 每一款新的食品诞生后, 不管是宝洁阿姨, 还是公司董事会主席, 都必须亲自品尝。 只有大家都觉得好吃, 产品才能开始销售。 要保证好吃, 林德里文成立了一个研发小组, 不仅包括研发人员, 还有原材料和器材制造商等整个团队。 每个人都得把控食品诞生的每一个环节。 云路里文还说, 他会要求研发人员去好餐厅试吃, 然后横向比较7-11的食品。 如果自家的不如人家的好吃, 就得重新搞。 虽然有人会质疑7-11每天推出那么多食品, 怎么能保证每个人都品尝测试呢? 云路里文的回答是, 只能尝试, 要让每个人都尝试, 不能敷衍了事。 有人可能还会说,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有人爱吃甜的, 有人爱吃咸的, 怎么办呢? 云路里文的回答是, 让研发人员去别的餐厅试吃, 就吃卖的最好的菜, 然后根据食材、原料、 汤汁的浓稠度等通通数值化。 好嘞, 咱们再深挖一下, 产品研发的那块说完了, 接下来是供应体系这玩意儿。 云路里文在1979年, 牵头搞了个组织, 叫NDF, 就是一个汇集了和7-11理念 一致的食材供应商的团体。 这帮人负责供货给7-11, 包括面包、便当、配菜啥的。 这个组织有啥特色呢? 他就为7-11独家供货。 你得知道, 一般情况下, 一个供货商可能给好几家店、 电力店供货, 这不就导致一个问题吗? 给这家店的食材可能就成了别家店的遗憾了。 所以, 云路里文规定, 这些供应商只能给7-11供货。 而且, 这些家伙供应的食材得符合一套严格的规定, 比如说, 不能用喷了农药的食材。 这下好, 日本的媒体纷纷说, 好多家庭主妇都觉得, 7-11卖的现成饭菜, 比自己去超市买回家做更可靠。 这就是这种独特经营模式的第二要点。 嗯, 接下来是第三个要点, 叫直接跟员工沟通。 云路里文一开始就对这个很上心, 因为7-11采用的是特许经营模式, 就是说, 每个店铺都必须跟总部保持一致的理念。 所以, 给7-11一线, 直接跟员工沟通才行。 问题是, 7-11越开越多, 店员都多得数不清, 怎么办呢? 林牧尼文的妙招就是开会。 他说, 7-11的会议是按照经营导向来分的, 不是按照月会周会来搞。 比如说, 内部有个经理会, 各个店铺的经理都得参加。 大家一拢一起, 还有个区域顾问会, 那是由7-11的老资深们和一些长期合作的供应商领导组成的。 这帮人给7-11提供各种经营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林牧尼文最看重的就是这个会议。 他几乎每次都得去参加, 这本书出的时候, 这个顾问团队都有2000多人了。 最初一周一次, 后来发现太频繁了, 就改成两周一次。 林牧尼文说了, 这个频率可不会再变, 得一直坚持下去。 这就是7-11的三个理念。 林牧尼文还提供了几种方法, 咱们再深挖一下。 林牧尼文提供的一套操作方法, 得从他的哲学来看。 他觉得任何策略都是为了满足顾客需求, 而产品滞销的原因只有一个, 顾客不喜欢。 所以, 他的工作方法就是要围绕这个核心思想展开, 这就是假设、执行、验证的过程。 听起来简单, 但这可不是信口雌黄, 这是得基于销售数据, 还得综合其他看似不相关的信息, 比如天气、活动等等。 拿天气来说, 夏天热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喝点热咖啡? 反过来, 冬天寒冷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来杯冰啤酒? 林木敏文觉得, 这种不同的需求都是需要考虑的, 不能一刀切。 虽然互联网和大数据发达了, 但他认为, 这些数据冷冰冰的, 还得有人来理解。 比如, 通过天气来判断哪种货物好卖这件事, 技术解决不了。 林木敏文认为, 大数据需要人来理解, 这就需要一种方法来应对。 然后, 他提出了单品管理的操作。 这个概念, 其实也不难理解, 就是要求每个店员 对店里的每一件产品都了然一心。 比如, 销售人员汇报销售情况时, 不能泛泛而谈, 不能说今天面包卖得不错, 得说哪个品牌哪个口味的面包卖得好, 哪个不好。 甚至还要求店员每天跟店长报告第二天的天气情况, 这是为了提前准备需要的商品。 比如, 晴天就准备出去浇油用的便当, 这样能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这也算是对大数据无法完成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应对。 总的来说, 这套方法不是什么规章制度就能解决的, 而是要发挥员工的能动性。 唯一的办法就是开会, 反复灌输这个理念。 林布米文发现, 说一两次可能效果不大, 但说得多了, 员工会慢慢理解他的意图, 然后自发地去贯彻这个方法。 就这样, 具体操作方法都在这里了。 咱们在一开头就说了林布米文啊, 认为消费就是心理战, 那么到底如何捕捉消费者的喜好呢? 林布米文是如何凭借对消费者的正确判断来制定以上这些经营理念和方法呢? 首先, 就是了解人性。 别担心, 这个概念并不玄乎。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得从人性和需求出发。 来看, 举个例子吧, 90年代初,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大家都没钱了。 有些超市, 电力店搞了个加量不加价的活动, 好像挺成功, 销售额短时间内涨了不少。 可是, 林布米文一瞅就发现, 日本人变少了, 家庭规模变小了, 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于是, 他顺势提出量少而优质的理念, 更符合当时的家庭结构。 其次, 林布米文不认同一些专家说的 日本迎来个性化时代。 他觉得这不太准, 因为畅销的产品并不那么多。 他指出, 贫富差距小, 教育水平相似, 所以大多数人对产品的需求和品位 也相对一致。 当然, 这也只是理论, 他还给了个例子。 在2001年, Sun11推出了两款高价饭团, 开始销售火爆, 但没多久就下滑了。 别人说是太贵, 降价吧。 可林布米文说不, 他觉得问题是顾客不爱吃。 于是, 他让研发团队研究更好吃的饭团, 然后提高价钱。 研发团队纳闷了一把, 觉得100日元都难卖, 你还想卖更贵的。 可老板一说话, 就得听, 结果他们研发出了更好吃, 更贵的饭团, 并价200日元。 意外的是, 当年饭团的销售额 比前一年涨了两位数。 这就是Sun11和林布米文的独特经营哲学。 我们来梳理下本书核心要点, 其实就是一定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比如说, 林布米文甚至开了一家银行,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Sun11里取钱, 而这家银行只提供取款服务, 不放贷。 你若是在日本, 只需插卡就能在Sun11直接取出日元, 是不是非常方便。 此外, 通过这家银行, 你还能支付水电费等等。 林布米文有一套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方法, 但核心思想就是要让你的生活更加方便。 因此, 站在顾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会颠覆许多既有的思路。 按照林布米文的话说, 不能过于沉溺于过去的成功经验, 始终要紧盯你的顾客。 话虽如此, 每家公司都会说关注顾客, 但真正做到的却寥寥无几。 而我们能看到的, 正是出于对顾客需求的考虑, 林布米文制定了密集型开店的原则。 他建立了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研发和供应体系, 并通过直接沟通的方式将这些经营理念灌输给员工。 对于员工来说, 不仅要学会假设执行验证的过程, 不能完全依赖于销售数据, 而且在单品管理的基础上, 还要具备对顾客喜好需求的判断。 这些构成了311独特的经营哲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总结下来,林布米文认为, 经营的原点一定是以顾客为导向, 以顾客出发, 努力打破固有观念的束缚, 通过获取各种信息来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 他还认为, 大数据是冰冷的, 必须有人来引导才能提升业绩, 而且, 大多数人反对的事情通常能获取意外的成功。 关于这本书, 我摘录了几句本书的金句, 希望对您有所启发。 1. 作为卖方, 绝不能轻易被竞争对手的动向或时代的大趋势打乱步伐。 2. 常年积累的知识有时候反而会成为我们的阻碍。 3. 真正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便利店, 而是不断变化的顾客的需求。 4. 日本消费者在思维上充满了矛盾的两面性, 即使身处物质丰富的时代, 也不愿轻易掏出钱包。 虽然生活富裕, 却对差别现象尤其敏感。 5. 捕捉目标国家的社会形式, 居民生活需求的变化, 提供与之相契合的产品和服务。 好啦, 感谢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